What's up guys and girls,我是小道丹车的 早上5点15分,这里是台中市政府 时代骑论节,2023的起点会场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台中的时代骑论节 去年因为马彪活动前一晚死了 加上我对路线一无所知 所以上一次是很保守地踩完全程 今年因为台湾国门已经开了 参加的人数比去年更加多 有5300人那麽多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今次我处理这条路线又有没有比较得心应手呢? 但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天气好像不错 希望不会像去年那样 到最后是下雨收场 还要差不多失温的情况 大家依需前进注意安全 排在后面前面倒数我也不知道 所以刚才是完全没录到倒数那一段 时代骑论节的路线今年和去年有少少差别 起点会场依旧不变在台中市政府 今年没有再妖精从薯波 而取到比较直接的路线向北 去到台中清泉江机场的外围 官方第一个check point 在里程15公里的神江和平路 在机场的西侧是一条大落车接近200米的下滑 下滑到底之后进入台一线向北大甲区的方向 第二个check point 的位置 跟去年一样在大甲溪大桥之前 来到这里的里程是39公里 进入大甲之后又有少少分别了 今年我们进入这头的田野之间 多了一种不同的景色影入眼帘 再一次横过大甲溪大桥之后 右转前往高尾湿地 进入几时都这么大风的路段 关高50mm 的我表示开心到死 第三个check point 海角明珠 里程65公里 之后在台中港一带右直右平的路上奔驰 到中章大桥之前进入台一线往南 今次知道有个大魔王在这里 我不会再给你音乐了 大土山蓝色公路 8-12% 的波道放在里程90公里的位置 还整个check point 给点甜头你 单车友就是这样不可信 上到望高遼坡顶 欣赏一下大家面目猙獰的样子 然后一直下滑回到台中市区之后 无限的红绿灯轮回 最后到达当初的起点台中市政府 今日的总里程105公里 爬升是680米 从会场出发到第一个check point 这段路 无了个虫鼠波基本上都是平路热身断练 再加上太久没有参加过单车活动 又有这么多人一起踩 一个不小心太兴奋爆到400多火 都是要提提自己 前段太努力 后段同相悲 15公里成江和平路第一个check point 如风一般来到了 比起去年似乎轻松了不少 但是去到后面那个 南色公路 嗯 希望不要太硬 刚刚这个check point 是停了5分钟 喝了一口水 我连他的宝费品都没有拿到 因为实在太短了这个距离 下一个check point 是40多公里的大甲鸡条 原来因为路线是向北、向西、向南 然后再向东 其实是顺风逆风 整条路都已经过了 开头这一段 都是几逆风呀 亦都希望去年最惨的一段 即是宫尾收地的一段 今年就不要那么惨了 哇 我想去厕所呀 好几工呀 有没有人可以让我躲在他后面 阻挖风呢 好大风呀 我要缩小个人去避风呀 来到清泉光机场 我认为只是跑波段 很厉害 很大的优惑 7%波动 但是这些情况之下 更加要坚守150个原则 要不然后面不用玩了 浪费啦 一见到集团就立即开到200多火了 我都不肯定 现在这样叫不叫做在他的集团里面 哇 闻到高压 来到台中清泉光机场外面 原来开了230火 哇 led 波 speculative 不比の場 哇 哇 哇 让人眼泥都飞了 例如剛才那一條路 剛剛就是台一線向北 逆風的效果更加明顯 大甲溪橋第二個 Check Point 剛才那一段風也逆得很厲害 幸好也有不少適合我跟的集團可以跟上 希望待會到高美濕地 逆風不會像去年那樣誇張 今年的天氣比去年還好 經過時間一小時45分鐘 停40公里 下一個 Check Point 在60多公里的高美濕地 海角明珠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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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溪大橋 進入大甲市區之後 就是今年新增的路段 這一段的紅綠燈都幾多下 去年我們在其中一個路口直貼U-turn 今年就路過這條田野之間的小路 然後直回台一線南下 再過多一次大甲溪大橋 繼續向高美濕地前進 我仍然想知道 如果有火車經過那個位置 這件事會有多慘 所有人停在這裏等約15分鐘 高美濕地前進行 現在一段這樣的風聲不得了 經過時間兩個小時45分鐘 63公里的旅程 差不多去到高美濕地下 都在風車那裡 我比他快,搞不定 快點 不知道排在什麼,但是秉承台灣人的傳統劍隊就排 是高尾濕地,海國明珠的補給能力 60多公里的車輪,有一點時間 那我就會開始拼勞到阿波紅色的導流 離開高尾濕地,海國明珠的check point 在90公里的藍色公路 距離現在大概有22公里 感覺上,我應該比上一次,我看得太多 而且在補給站停留的時間,也少了很多 再進入南行的路,進風感覺真好 現在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來迎接接下來的藍色公路 我現在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我現在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現在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還要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也要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還有,我現在開始進入降速模式 而且,你也知道在日本買的工具 也算是1000公里 雖然現在波動是5% 但我已經進入降速模式 但我已經進入了阿波模式 因為不可以容許這裏消耗太多 然後就糟糕了 因為功率是在100W會望的 加油! 好,share! 前面這個左轉 就是各位問必放膽的 藍色公路 到底這段會是 看別人被重戰落馬 還是我自己被重戰落馬 給別人看呢? 你看,開頭的波動是9% 10% 那... 還好還好 但我覺得很重 剛剛這一段的波動 還未超過10% 所以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但是後面好像會更加斜 剛剛開始了快速 果然是單車油 90公里藍色公路 官方最後一個查點 我仍然是跟去年同一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 而是一條這麼窄 和爬球的路上 整個查點出來 開始過嗎? 是 好,來吧! 開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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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馬標就死了沒有數字看 但我以為這條路好像很斜 我以為有12%到16%的路線 然後現在有數字原來只有8% 那我想 那感覺這麼難 應該是因為已經踩了90公里 話口未完 出現12%的路線 那還好大會是實施雙向風路 所以我踩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你有沒有看到每個人上來都面目真靈 還未完 現在是一個無視波動一律 雅浩模式的狀態 4%雅浩模式 5%雅浩模式 到底還有多少 有有有有有有 12% 剛才在最斜的位置 Ocadence 最低好像跌到40% 終於 成為了藍色風路魔王的頂 一路一直斜落到台中市區 走走走走走 接著下來一路下滑到台中市區 然後回到市政府 就完成今天整個電腦 看來我自己的成績都有進步不少 有了 台東市區現在理程是101公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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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